17. 中方日 一次救援呂毛對偷渡者改觀 2015年9月4日國際A34 本部綜合報導 面對難民不斷湧入欺厘 當地一名42歲前毛特兒對此狠反感 為日前他出海道家時 意外發現一名雜Q亞難民在海上掙扎求生 毫不猶豫就救起對方 勇柴L難過流淚 他事後在社交網上傳照片分享故事 同時亦令他改觀 齊利耶麗祖 中 張貝馬 左 勇入華中 互聯網圖片 明白別無選擇為前毛特兒兼演員的 齊利耶麗祖 當時與家人和朋友 出海到土耳其的普賽女莫斯島到家 會情時 黑然看到海面上浮出一雙手 齊利耶麗祖 的丈夫起初以為對方是潛水員 卻聽到對方大聲呼叫求救 誰立即把他救起 獲救者原來是雜Q亞難民貝馬 齊利耶麗祖 見他不絕地發抖 立即用乾毛巾包格成善嬌 A 有級與勇抱 其間貝馬細說他與另外三十九名難民 上週四坐上小艇偷渡 有人失手把船長遙落水中 他落水取回 卻因波濤洶湧而無法返回船上 其他人只能拋救生依給他 自此在水中漂流了十三小時 齊利耶麗祖 聽後眼泛淚光 隨即送他往希臘迪科斯島 他事後在facebook 分享照片和故事 坦誠稱以往對難民很反感 但現在明白他們根本別無選擇 甚至要犧牲自己的家庭 如今物投入 曝光 雷 雷 雪 小 我不 不 我